Hello,我是Gary 最近羊斗上非常喜欢的科普交通规则的警察 Shan Shapro 因为家庭原因退休了 之前我也做过几个他的视频 大家可以在安全驾驶的合集里面看看 我本人很喜欢road trip 非常关注开车安全 所以说在多伦多附近开车的司机朋友 都可以看看 绝对能够帮助到你 我也会时不时的更新 这个视频的话 也从上景观的视频里面搬运来的 说的是你在车里应该放哪些的文件 当被pullover截停的时候 应该需要出示哪些文件 哪些是real thing 哪些是可以是复印件 哪些能用照片 如果无法提供的话 可能会面临至少65加币的罚款 甚至6个月的监禁 这个credit to office Shan Shapro 毕竟是老警察口中说的 绝对靠谱 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 分享给你身边的新老司机 自己的话也可以去查一下 你车里到底有没有这些证件信息 有没有过期 首先在车里面 当然必须要带的就是驾照 Driver license 你自己的驾照 不能是别人的 也不是复印件 不是手机照片 而是实打实 没有过期你自己的驾照 如果没有能够提供 就会被罚款110加币 如果第一次无证驾驶 会被罚款200到1000的加币 第二个是车主任ownership 必须是原件 或者是true copy 那什么是true copy呢 就是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都要打印出来放在车里 不能是手机的照片 如果不能提供 也会被罚款110加币 那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 就是保险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粉条 pink slip 那这个你是不能带复印件的 必须得是原件 但是从你保险公司的手机 官方secure的app里面进去 给警察看也是ok的 不能是截图 screenshot 以及手机的照片 都是不行的 如果忘记的话 会有65加币的罚款 那当然 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 你将会面临更严重的处罚 5000到25000的加币的罚款 以及最多6个月的监禁 那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 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就这三个文件 这个图你可以截评一下 不时的可以拿出来看一下 以防出现记忆的错乱 三个东西 驾照 车主证 保险 一定要符合标准 而且一定不能过期 更多的有关交通方面的 好视频的话 都会在我的 合集安全驾驶里面有体现 以及告诉你如何去过户 如何去考摩托车证 或者是驾照 都长得非常的清楚 可以一步那里 房屋需要关怀 生活如此有爱 关注Gary 一起用心生活